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人经常在此约会 良辰美景奈何天 刘盈人却在此时说了一个坏消息 奴家新戏郎君怎奈家父不允 欲邪切身搬离此地 今后恐难以与爱郎相见 悉哉痛哉 呜呼哀哉 永强也是年少轻狂 得诚笔目 何其此 愿作鸳鸯不现仙 姑娘若肯 无便带姑娘浪迹天涯 远走高飞 愿得毛无一间 寿田一亩于辱 共度于生 永强刘盈人是真心相爱 于是在树下立誓相约私奔 既然决定了私奔 他们俩便各自回家准备 乌漏偏风连夜雨 永强回家时 父亲谢广坤已经睡着了 垃圾桶里有一份柔皱的病例 父亲广坤竟然查出了癌症 永强自小和父亲相依为命 难道现在要为了爱情弃父亲于不顾吗 两男的抉择让永强心烦意乱睡不着觉 便来到车库维护摩托拍友姐妹 就在此时气温骤降 电闪雷鸣 鬼门大开 阴影中走出一个人 正是小阎王赵四儿 赵四儿的排唱大的吓人 走到哪儿 灯就爆到哪儿 这要是上了《非诚勿扰》 注定孤独一生 这时的永强还没有意识到 他的命运就此改变 赵四郎装作是一个猎头人 向永强发出了工作的邀请 永强没怎么在意 直到赵四郎点破父亲广坤 得了癌症的事实 关系到父亲的性命 这让永强不得不重视 赵四儿马上开出了优厚的待遇 只要你签订合同 你的父亲明天就会生龙活虎 火蹦乱跳的在你面前骂你 而代价就是你的灵魂 永强听你云里无里 什么灵魂不灵魂的听不明白 他也没读过什么书 吕不清的人说的是什么 但是他听懂了 这个人能让他父亲恢复健康 半信半疑的打开了赵四儿递过来的合同 还没来得及看 永强的手就被划破了 鲜血滴在合同上 契约成立 赵四儿渐渐一笑 眼睛里迸发出诡异的光芒 等永强再次醒来时已经到了床上 父亲谢广坤果然生龙活虎的站在自己面前 并说出了一个好消息 自己的癌症被治愈了 这让永强心头的大石落了地 现在唯一想做的就是和刘亦人浪迹天涯 永强推着心爱的模特还没走出门 噩耗传来 父亲谢广坤在表演时发生了意外 吹灯泡落了 昆虎谢广坤这里的死亡是赵四儿在使坏 毕竟他们俩在相似的爱情里就不对付 昆虎完了 这场剧便让永强有些崩溃 他骑上摩托 向着和刘云人约定的地点赶去 寻找最后的安慰 可是没想到小阎王赵四儿居然等候已久 根据地狱劳动者保护法规定 阴差就要996 要断绝七情六欲 不许在工作的时候谈恋爱 这是你的福报啊 你怎么敢拒绝呢 说吧 赵四儿便用法力将永强的情感全部抹去 并将一种奇怪的力量输入到永强体内 让他忘去了一切 浑浑噩噩的永强没有听到刘云人的呼唤 两个苦命鸳鸯 自此沦落天涯 多年之后 永强继承了父亲的手艺 到处进行蒙特车特级表演 为阎王工作有个好处 就是不会死 这让永强的表演没了顾虑 一次次挑战不可能 虽然偶有意外 但是每次都能化险为夷 久而久之 永强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 这次永强要进行更惊人的表演 飞跃六架直升机 大批记者为了这个劲爆的新闻 蜂拥而至 永强本不想接受采访 没想到老情人刘云人竟然出现在面前 永强对刘云人于情未了又心怀愧疚 能再次相见一定是上天给的机会 永强要了却年轻时的遗憾 刘云人却没有什么感觉 他已经被伤了一次心 不愿意再搭理永强了 只是例行公事的问了几个问题 表演都不看就离开了会场 永强可不想轻易放个这个机会 紧踩油门 在观众的尖叫声中 轻描淡写的完成了表演 刚落地来不及接受采访 也没有感谢CCTV 马上一股脑的去追刘云人 刘云人心里有气 不愿意搭理永强 永强死气败来的追 在摩托上解锁了各种高难度姿势 什么前背包后背包啥的 看着永强的确有两下子 刘云人决定再给他一次机会 谈谈到底是怎么回事 上次约好了一起私奔 怎么自己跑了 时间就定在明天晚上 不见不散 永强魔圈擦掌已经做好了战斗的准备 万万没想到 地府里却出了乱子 小阎王赵瑟的儿子 迷你阎王玉田子 不想活在父亲的阴影之下 于是就通过密法来到人间 想要寻找遗世的象牙山灵魂契约 想要掌控里面的强大灵魂力量 借此一统名土 作为一个魔二代 玉田子很快就收拢了三位大将 遗山大圣土魔 通天大圣风魔 和富海大圣水魔 玉田子有了这三位的辅助 大势已成 咱们之前很多次提过 无论是多么强大的神还是魔 自身都被世界规则钳制 无法在人间发挥力量 凭自己肯定是阻止不了逆子 养兵前日 用兵一时 该是永强体现价值的时候了 永强这边刚收哨东西准备出发 没想到这时候肇事的声音传来 一道魔咒过后 永强根本控制不了自己 骑上魔托绝尘而去 玉田子已经来到了象牙山墓园 沧海桑田墓园已经改建成了工厂 只有一位保安在这里看守 玉田子得知牧师已经将坟墓牵走的消息后 直接灭杀了保安 刚要离开 永强骑着摩托姗姗来迟 一招前列线刹车 直接震住了玉田子一行 地狱夜火在身上蔓延 恶灵骑士 永强登场 即使特效如此牛逼 玉田子还是不把永强犯在眼里 不用他招呼 手下的三元大将齐齐出手 风魔一招野猪冲撞 没造成什么伤害 水魔隐藏在水洼里 用定身术困住永强 土魔驾驶卡车撞来 永强在没有防备之下 居然被看倒了 美式的战斗情节跟咱们的武侠片不一样 咱们的武侠片高手就是搞万花从中国 片叶不单身 你没碰到我 你的朋友已经倒下一百个了 而美式的打斗呢 跟MMA一样 你先打我十分钟 打累了 我起来再打你 玉田子一帮大流氓 一看永强不扛打呀 于是就自信回头了 只留下最后的土魔一人 接着揍永强 永强一看差不多了 一拳打飞了土魔 随后祭出勾魂锁 体内的地狱夜火也沿着锁链蔓延过来 土魔连最后求饶的机会都没有 便被烧没了 后友诗赞曰 初出茅庐地宫 夜火献世欲魔中 一山大圣卫汉地 化作陈辉黄土中 永强乘胜追击 一声口哨换来自己的坐骑 用自身的地狱夜火将魔托炼化成法宝 正式成为恶灵骑士 此时永强已经失去心智 只想满世界地找罪恶灵魂度化 他途中被抢劫犯吸引了注意 直接用低夜火的力量将罪人的灵魂化为灰烬 抢劫犯耽误了一段时间 夜色已经渐渐褪去 不知不觉间金鸡暴小天色江明 永强用尽力气来到了父亲的墓前 恢复肉身后晕倒过去 正所谓无巧无成书 墓园中走出一位神秘的老大爷 这是一位隐世的高人 进门不用先开口 暗脉编治什么病 在大爷的缓缓讲述下 永强终于了解了自己拥有的力量 以及迷你年王玉田子的墓地 画面来到玉田子那边 他降临人间后肆无忌惮 滥杀无辜 闹出的乱子终于被警察注意到了 刘盈作为西方记者来到了现场了解情况 正巧遇到了前来道歉的永强 刘盈并不接受道歉 最后的机会已经给你了 干啥呀又放鸽子啊 永强心里面憋屈啊 无法解释 只能幸幸地返回家中 除不知警察在案发现场 搞到了永强一时的车牌 顺藤摸瓜地将永强逮捕归案 永强在警局里将自己知道的全交代了 所有人都是迷你言王玉田子 发的 此事与我无关 这么说的话 警察应该会把他当成精神病 永强索性酷酷地就什么都不交代了 警察盘问无果 只能将永强关入监牢 暂时收押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 地狱热火再次失去压制 监狱里的囚犯罪孽众多 永强彻底暴走 恶灵骑士再度登场 警察的围追堵截 根本抓不住永强 即使被逼入死路也毫无畏惧 直接延强而上 驾驶摩托登上摩天大楼 耀眼的火光被玉田子 注意到了通天大圣 风魔献身与永强斗作一团 风魔感和恶灵骑士决一雌雄 当然有所倚畅 风魔无色无形无相 免疫所有物理攻击 你总不能和空气斗智动勇吧 永强充分利用 从动画片中学到的物理知识 用绝招战斗如虏风 将风魔困在口魂锁中 地狱热火再度燃起 从此之后世间再无通天大圣 有诗赞曰 腰风吹过便无踪 独驾战车登顶风 夜火燃尽无恶念 飞军谁与戒东风 战胜墙底的永强 一个漂亮的飘移 飞身跃下大楼 出现在众人面前 刘盈人一下就认出了永强 自己的确是误解人家了 人家是一个超级英雄啊 咱有什么实力跟他斗气 超级英雄从来就不切女朋友 于是刘盈人就来找永强 请求复合 正巧碰上了赶来的玉田子 眼看着自己的女人就要遭殃 永强毅然决然地让地狱火蔓延 恶灵骑士降临 玉田子能与父亲小阎王赵色匹敌 自然是能力出众 恶灵骑士屡试不爽 夜火竟然奈何不了玉田 因为身为阴森的玉田 本身就没有灵魂 你根本就谈不上粉尽 永强毫无办法 玉田子没有下插手 而是掠走的刘盈人 想要救回你的女人 就用象牙山合同来换 我在象牙山遗址等你 刘盈人是永强的软肋 也是永强的逆临 处之必死 在墓园老大爷手里 永强得到了合同 老大爷也表明了身份 我就是当初逃走的阴差 也是上一代恶灵骑士 现在就让我陪你走完 最后一段路程吧 一切的恩恩怨怨 该是了结的时候了 这把枪伴随我征战多年 现在就赠与你 祝你一鲁顺风 前两场战斗 并没有让玉田子一方吸取教信 赴海大圣水魔也来送人头 先从赴海入水变化龙 凡物怎吸幽冥艳 盗销身死成笑柄 再往前走 迷你炎王玉田子 已经等候多时 手中有刘盈人这张王牌 实力又远远高于恶灵骑士 玉田不知道自己怎么输 他轻而易举的 拿下了县岸山合同 随着契约一条条生效 恶灵在残骸中现身 白鬼夜行诸神退让 所有灵魂的力量 全部汇聚于玉田子身上 现在的他已经脱离名土 化为魔尊 堪称无敌 难道要输了吗 永强呆在阴影里 抽出了枪 他准备做最后的抵抗 比如这把除魔枪 还是有一些作用的 玉田子被一枪轰的 粉身碎骨 但是很快又用恶灵 重新凝聚了躯体 难道他是无敌的 永远也打不死吗 不 他的强点正是他的弱点 永强突然吸血来潮 他发现了玉田子的致命弱点 熊熊月火 燃火身躯 恶灵骑士 现身 真乃是机关算尽 太聪明 反无了 轻轻性命 魔尊玉田子的身体中 聚集了成千三万个灵魂 这些灵魂给他带来了力量 却也让他可以被审判 刺拉火光闪过 玉田子被克制的死死的 灵魂被全部燃尽 颓然地倒在了地上 小炎王赵四郎现身 这次永强做了件了不得的事 已经可以赎回自己了 去做一个普通人吧 不 永强直接拒绝 这份力量将被我用来 对付你 本片 完 我是牛叔 一个只知道 下百贵的故事讲述者 如果你喜欢我的风格 添加我的微信 除了能第一时间收到更新 还有独家发布的视频 等待你的发觉 扫描它 扫不出吃亏 也扫不出上当